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四家美国航空公司承诺仍改 台湾标注迎来最后期限 环球时报记者8日产询发现 拖延两周后 其中三家美国航器人未完成修改 中国民航局方面8日表示 密切关注修改情况 7月25日本应许中国民航局 要求外航网站整软授杠澳台信息的截止日期 26日民航局发表通报说 截至7月25日 这是44家外国航空公司 全部进行了整改 其中40家已完成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公司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 美国夏威夷航空公司等四家航空公司 于7月25日 向中国民航局提交整改报告 表示整改内容正在陆续上线 并恳请中国民航局 两周后对其官网进行审查 据环球时报记者查询 截至8日发稿时 美国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两家官网的国别家地区选项中 台湾及港澳仍与中国并列 在三美航空公司官网上的国别家地区选项中 台湾和香港仍与中国并列 这三家航空公司的台湾及港澳各机场 却标注为中国 美国夏威夷航空公司官网则删出了台湾信息 中国民航局方面人士 8月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他们在密切关注 升下四家美国航空公司的整改情况 因为还没到截止时间 因此不便透露更多细节 请小净CM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